漫威解说李家强 中国山东走钢子 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钢子姐 为什么我叫钢子呢 可能人比较钢吧 好了不说这些废话 那今天来讲一个非常经典的大世界 复仇者解散 这个呢是漫威史上最经典 并且是非常严重的一次大世界啊 众多英雄在这个故事中死去 最终导致复仇者联盟解散 故事很长很纠彩 拿好你的薯片和可乐 那么我们就开车咯 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在和和气息的复仇者联盟总部里 复仇者们都在一边吃早餐一边闲聊 这种轻松又和平的日子 对于复仇者们来说 确实实属难得啊 当然很明显啊 编剧并不想让他们舒服多久 突然警报身伴着红色报警灯一起出发 画面显示红星杰克 闯入了复仇者总部 作为前任复仇者的红星杰克 早就赞死了 哎呀也没有人知道 他为何会突然不活啊 贾维斯被瓦里埋住 侥幸存活 因为爆炸在建筑外 所以众英雄没有受伤 但是呢 爆炸的冲击 还是让大家都很不好受 这个时候 所有人看向了爆炸发生的中心 大家都很担心 蚁人 瑟特特的安慰 当黄蜂女看清楚时 她惊呆了 因为爆炸的最中心 直接炸出了一个生肯 而在爆炸坑里有一具骸骨 毫无疑问 那就是蚁人 斯科特的尸骨 蚁人斯科特就这样死了 此刻身为美国国防部长的钢铁侠 托尼·史卡克 正在开联合国大会 那到场的呢 有各种部长将军和代表团 甚至是总统 那托尼呢 照做一次再熟悉不过的演讲 但是他这一次 却是前所未有的紧张啊 他盯着坐在最前排的人 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很明显 坐在最前排的人 是托尼·史塔克不喜欢的人 那他呢 指着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人 开始不断地进行举言嘲讽 甚至不断进行挑衅和人身攻击 在屏幕博士出手阻拦之后呢 也是仍旧十分激动 托尼现在甚至呈现一丝 不受控制的一个疯癫状态 黑豹特查拉 作为瓦坎达的国王 好心劝托尼 不要激动 但托尼居然对着特查拉 举起刺激的掌心炮 哎呦 吓得特查拉和身后的 镇药人员纷纷躲避啊 托尼此时已经彻底的失了志 蛮托大汗的他 经过一阵头脑风暴之后 哎 最终他终于缓过身来 发现自己好像错祸了 而旁边的特工呢 早已经握紧了手枪 随时准备给封掉的托尼 就这样一搓子 托尼就这样子 被客骨们压送下去了 屏幕博士呢 则是在后面疯狂的骂托尼 毕竟现在烂摊子 都需要就给他来处理了 过了一会儿 翡红女巫来看望托尼 而托尼现在想起 刚才做过的事情 说句实话 也觉得自己疯了呀 他把自己的行为呢 那就归咎给 自己喝醉酒嘛 那翡红女巫 关心托尼的情况 托尼一脸懊吼的说 啊 自己不该喝酒 这时候警报声突然响起 是复仇者联盟总部 此时遭到了袭击 而托尼此刻 却是彻底的晕血了过去 画面呢 来到刚受到爆炸袭击的 复仇者联盟总部 消防员和救护车 已经在处理现场的问题 那复仇者们 仍旧不知道 到底是谁派红戏机克 来袭击的呢 美国队长和音音 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那在询问完 基础情况之后 美国队长发现 哎 天空有什么东西 还正在靠近 仔细一看 那是一架快速靠近的 昆氏战机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所有英雄 都被召集了过来 但美队却是发现 情况不对劲啊 因为战机内 只有脸色严肃的 幻视一个人 在所有人都 毫无防备的时候 昆氏战机直接砸进 复仇则总部的这个 汇区再度引起 一场猛烈的爆炸 这一次的爆炸 甚至在几十条街外 你们看见 等到爆炸彻底停止之后 所有英雄看向 昆氏战机残骸 美队脸色严肃的 看着前方 一位幻视 毫发无损地 从爆炸中心走了出来 他的嘴没有完全张开 却在不断地说着话 复仇者们 在这至暗时刻 我为你们带来了消息 我们的时代 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们这个团队 无疑是非常失败的 但请记住 带来灾难的人 并不是我 美队不断地询问 幻视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幻视不仅没有回答 他的脸还在快速腐烂 紧接着 他如同丧尸一般张开大嘴 并且从嘴里吐出一个金属球 鹰眼瞬间拉拱搭建 瞄准幻视的脑袋 但是却被美队阻止了 他呢 想再看看幻视的情况 但幻视接二连三地 吐出了一模一样的金属球 接着金属球就被激活了 然后变成液态金属 并快速形成他真正的模样 那就是 傲创机器人 短短几秒钟 数个傲创机器人 出现在复仇者们的面前 战斗突然就打响了 傲创士兵不断攻击复仇者 但这突如其赖的攻击 却让所有英雄 都感到了猝不及防 虽然只是五个傲创机器人 但也同样的非常难对付 鹰眼将五支爆炸剑 精准地射入傲创机器人的嘴里 下一秒 傲创机器人的嘴里发生了爆炸 但即使如此 傲创机器人也只是受到了皮外伤 女浩克真是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立刻手刺了傲创机器人 那美队和英队呢 一同和女浩克并肩作战 但他们却是搞不清楚 你说到底是谁 要袭击复仇者们呢 美队和英队身为坦克 在前方吸引着傲创机器人的火力 鹰眼作为ATC 则是负责在后面 疯狂地进行输出 但是奈何 美队身为坦克 有一个拿着MVP的心啊 直接美队拿起自己最爱的盾牌 他高高地举起盾牌 并齐蓄力 然后把盾牌 撞 当成腹肌一翻砍下 直接就砸断了傲创机器人的机械脖子 鹰眼一看 都没坦克和辅助保护自己了 索性直接拿着箭矢上前贴脸平A 哎呀 这女浩克似乎也是很着急抢人头啊 都已经开始一到二了 家人们 但是渐渐的呢 确实发现情况好像不太对劲 女浩克发的疯一样的 把傲创的脸砸进泥土之中 然后不断地抬起傲创的头 打算再次地砸进屁里 哎 重复好几遍 他直接大手一挥扯掉了傲创机器人的脑袋 五个傲创机器人 都是陆陆续续地被解决了 拎勾 很棒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你说这个幻石它到底怎么了呀 你说它是被人操控了呢 还是回归邪恶的本质了呢 所以咱们的女浩克冲过去 抓起幻石的身躯就开始质问它 但是不管女浩克如何逼问它 也是没有得到正合答复 美队呢 还想着劝女浩克冷静下来 但是应验此刻也发现 不对呀 这女浩克的精神状态 确实不太最近啊 女浩克面无争鸣地看向了美队 但她充满血丝的眼睛 已经看不到一丝理智 下一秒 幻石的身躯 随着女浩克那猛兽般的 哇 咆哮声被撕成两半 这一幕简直吓坏了 美队和鹰眼 黄蜂女赶过来安慰女浩克 但女浩克仿佛是拍虫子一般 直接将黄蜂女拍飞了 施了之的女浩克甚至还袭击美队 幸好美队的盾牌 自带超普的效果 女浩克的每一拳 都是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这坚硬无比的盾牌上啊 那紧接着呢 女浩克还是一拳地 将美队连人带盾牌 直接翻飞 甚至呢 举起一辆卡车 就要砸下美队 美队急忙拿起盾牌 挡在自己身前 才避免自己被女浩克 用卡车砸死 唉 这个时候英国队长呢 还想阻止女浩克 但是却被捏紧脑袋 直接扔了过去 很明显三 女浩克彻底失控了 被愤怒占据大脑的女浩克 体型变得无比的壮硕 她开始在大街上疯狂乱窜 就在此时 新来的钢铁侠 她终于赶到了现场 钢铁侠音速冲斥 直接一尘 打在了女浩克的脸上 朴素无比却又空不知己的 一拳地直接将女浩克 哟 打晕了过去 唉 好的 那么战斗呢 总算是结束了 黄山下皮木博士 看着变成废墟的复仇者总部 简直是感到了无比的惊讶 因为呢 现场有伸手分离的 傲壮机器人 被分尸成两半的幻视 还有躺在猎鹰手上 很状况堪忧的黄蜂女 在医院内呢 每队有着盾牌护体 所以只是手臂关节拖了个旧 但别人的情况嘛 就不是很好了 英国队长凯尔西 情况危急 女浩克被关押在 神盾局内监管 但具体发狂的原因 还没有调查出来 还有蚁人 斯科特郎 已经只剩下骸骨 患事那被一分为二的身躯 也已回收 现在情况最危急的 还是黄蜂女珍妮特 因为她以缩小的状态 受到重伤并昏厥 医生根本无法对 如此小巧玲珑的她 进行治疗 也让不敢贸然放大 珍妮特身躯的皮木博士 愁死了 现在的皮木博士 什么也帮不到她 一想到这里 她就交起对珍妮特 落下的眼泪 其实早些年 皮木博士因为家暴 所以已经和珍妮特 是离了婚的 但现在她非常后悔 自己的一切行为 因为她发现 自己其实还深爱着珍妮特 画面来到医院的花园处 每对一行人在讨论 爆炸袭击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很明显 今天是复仇者们 非常倒霉的一天 除了爆炸袭击 喝死了好几个英雄 以及好几个英雄 出院之外呢 还有钢铁侠 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疯的情况 正处于悲痛状态的皮木博士 出来责骂钢铁侠 指责钢铁侠 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酒疯 那虽然钢铁侠 一直解释自己没有喝酒 但是皮木博士 是完全不信这些鬼话的 现在钢铁侠 已经被要求辞去 国防部长的职位 好几件糟心事凑在一起 让钢铁侠觉得 这一切都有关联 他觉得自己发酒疯 和爆炸袭击等 一连串的事情 绝对是有人在 故意筹谋 在经过这么一段 非常尴尬的沉默之后呢 美队和猎鹰 选择相信钢铁侠的判断 而鹰眼呢 则是表示 自己并不相信 托尼所说的话 看到他们的选择之后 托尼崩溃了 他自己花了一半个人财产 资助复仇者联盟 但是现在复仇者们 就这样子不相信他 说完后呢 伤心欲绝的托尼 转身离去 复仇者之间的信任 也开始产生危机 这个时候 众英雄都收到了 紧急召集的信息 他们都要前往 复仇者联盟总部集合 而皮木博士 选择留下 照顾黄蜂女 美队乘坐昆士战机 降落在了附近的 公园草坪上 那当美队下飞机后 他就立刻傻眼了 因为被毁掉的 复仇者总部的面前 聚集了大量的超级英雄 从尼克弗瑞和美国大拼 再到二线英雄 月光骑士 甚至是神奇四下 和X战警和纳摩 都到了现场 美队就问 为何所有的超级英雄 都聚集在这儿呢 黑豹就表示 他们都收到了 紧急召集的命令 尼克弗瑞表示 所有的超级英雄 都可以解散了 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但是就在这时 尼克弗瑞收到了一个 极其坏的消息 联合国鉴于 托尼斯塔克 今天做出的公开行为 从而决定不再承认 与复仇者联盟的关系 并且将会重新审视 英雄组织的存在 哎 现在所有的超级英雄 都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所有人也都在讨论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尼克弗瑞 立刻就发现了 更加糟糕的情况 一艘克里人的外星飞船 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而神盾局 却根本没能发现 这艘飞船的出现 惊奇队长首当其冲 要去追念一艘 克里人的外星飞船 但是所有的超级英雄 抬起头 都看到了这诡异的画面 甚至连夜魔侠都能看到 因为此时此刻 天空上出现了 大量的克里人宇宙飞船 甚至还有一艘 非常巨大的 克里人飞船母舰 他们居然躲过了 神盾局的探测 直接降临地球 然后地面上的英雄 一瞬间就被袭击了 所有人只能四处逃窜 寻找反击的机会 这场战斗发生的 比想象中要更加突然 英雄们全都被打得 一个措手不截 惊奇队长首当其冲 在空中击毁 克里人的飞船 所有会负的英雄 都在高空中不断作战 海格利斯抓住一艘 坠毁的克里人飞船 然后试图逮捕一名 克里人士兵 但他们却是比想象中 还要顽强 克里人士兵落地 然后快速逃跑 这个时候 我们的小蜘蛛 及时射出蛛丝 成功地将克里人士拦住 紧接着克里人士兵的头 就挨到了盾牌的攻击 美队非常严肃地 站在克里士兵的面前 看此温和 是则强硬地询问克里人 突袭地球的原因 而克里人则是 嚣张地表示 他们是来毁灭人类文明的 因为他们的至高智慧 预言了这一天是 复仇者的末日 他们是来确保 复仇者们今日 一定会死亡 这个时候地面上 突然出现数百道传送光线 那辆克里士兵 被传送到地面 进行战斗 但是呢 这个场面 却是非常的诡异 他们本来可以用 高科器武器 直接轰飞纽约 为何要降落到 地球表面战斗呢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这场战争开始 陆陆续续地 铲尸伤亡 颖眼背着一堆弓箭 做好大战异常的准备 他来回穿梭在战场上 不断射出弓箭 毫无疑问 颖眼的箭矢 永远比子弹更加致命 但颖眼作为一名射手 还是过于的深入战场了 因此即使是战斗经验丰富的他 也有躲不掉攻击的时候 颖眼后背遭到了重伤 但他的眼神 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冲向一名 用火箭背望的克里仁 然后颖眼咆哮着 按下喷射火箭 紧接着 颖眼快速冲上高空之中 而他的目标 是那一艘巨大的克里仁母舰 克里仁母舰 在这一瞬间猛烈爆炸 是颖眼牺牲自己 并用了所有的爆炸箭 才摧毁了克里仁母舰 克里仁母舰 因此而彻底断裂 砸落下来 美国队长对于 颖眼的牺牲悲痛之际 他大喊 复仇者集合 并和所有英雄 碾压克里仁士兵 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 克里仁居然在这个时候 船送离开了战场 然后莫名其妙地 快速乘坐飞船 离开了地球 神力员和惊奇队长 还打算继续追击 那其余英雄 则是选择留在战场上修整 就在他们打算 从克里仁母舰中 找出鹰眼尸体的时候 一个突然出现的声音 打断了苏博诱人的悲伤 来者正是地球的 至尊法师 奇异博士 他带来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真相 那就是魔法被人担用了 短短一天内 承受了太多糟糕式的美队 愣住了他掳出无比痛苦难过的表情 喊道 哦我的天哪 不 那时间呢 回到几天前的复仇者联盟总部 黄蜂女珍妮特和飞红女王达 在晒日光月 已经离婚的黄蜂女 此时和鹰眼在暧昧阶段 而有了一个孩子的黄蜂女表示 自己居然带着孩子和复仇者恋爱 她更不敢相信 王达以前居然有过两个孩子 但话说到这儿 黄蜂女突然发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 旺达问黄蜂女两个孩子是什么意思 而黄蜂女立刻起身逃避这个话题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迟了 旺达的同道中似乎有一股记忆冲破了封印 她想起来了 想起了复仇者们对她做过的一切 这些事情令她感到无比的愤怒 时间回到现在 众英雄们还在等着奇异博士说清楚所谓的真相 奇异博士严肃地说道 有人滥用超级强大且隐蔽的魔法攻击了你们 这种程度的魔法就连我也无法及时发现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被人用魔法执行的 而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魔法攻击的人 在复仇者里还有谁呢 一听到这儿 所有英雄都明白了 美国队长更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那施展这一切的人正是飞红女窝 因为和幻世有过一段甜美婚姻的她渴望拥有孩子 因此呢她用魔法创造了两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双胞胎 精神几乎崩溃的旺达成熙于美好的虚假幻象中无法自拔 因此我们的复仇者联盟为了旺达好呢 和旺达的恩师阿加莎一起破除了旺达拥有两个孩子的幻象 还将旺达的这部分奇异给全部封印了起来 但是现如今她全都想了起来 而这种被至亲好友背叛的感觉 令她感到非常的痛苦和崩溃 种英雄们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就是旺达搞的鬼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旺达一直都是善良的 那现在知道一切的奇异博士又觉得一切都太迟了 旺达身上的混沌魔法强大又恐怖 奇异博士觉得旺达是根本无法掌控好这股魔法力量的 更加恐怖的是旺达的混沌魔法能够修改现实 这是精神崩溃的旺达最为恐怖的地方 她的一生都充满了各种的痛苦和压力 同样呢她也在竭尽全力地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而旺达创造的两个孩子就是她对于自己的最大安慰 但是如今她失去了维系自己平凡幸福的两个孩子 精神状态本来就不稳定的旺达是不会彻底崩溃 她可能会用混沌魔法将世界变成任何她想要变成的模样 这才是旺达的魔法最为恐怖的地方啊 所有英雄听完都不敢相信 他们也非常后悔让阿扎莎抹掉旺达的这两个孩子 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应该先找的旺达及时地阻止她 如今只有奇异博士能够找到旺达 画面一转来到旺达的幻境 这个时候旺达刚端着做好的美食走了出来 而在她面前的呢是两个活泼的孩子 以及还有神力人幻世和恩师阿加莎 她坐下来陪两个孩子享受这一顿才日常不过的晚餐 但这个时候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旺达瞬间就发现了来的人正是美国队长 这个时候旺达慌张地站起来保护自己的两个孩子 而她的两个孩子正在替旺达说出心里话 你给我滚开 我就知道该惩罚他们所有人 你们又要来拆散我们了 但我知道你是好人 旺达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这些不是你的孩子 你没有孩子让我帮助你吧 我知道那是你在说话 我想帮助你 旺达还在借两个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所想 但美国队长也在不断地尝试说服旺达 可是下一秒话风突变 美队的面前突然出现红骷髅和她的士兵 并且突然对美队开枪 美队勉强逃了出来 而旺达却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因为她再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此时众英雄已经在屋外等候多时 那在美国队长的上方 是已经准备好展开一场战斗的飞红女巫旺达 惊奇队长愤怒地指责旺达是杀人凶手 幻世和克斯多特朗以及鹰眼都被旺达杀死了 还有好几名复仇者都身负重伤 但是旺达对此呢 却是毫不在意 只是冷漠地说了一句 不准靠近我的孩子们 听到这话 惊奇队长直接生气地冲了上去 但下一秒他就被拦住了 只见愤怒的旺达双目迸发出混沌魔法的光芒 下一秒魔法生效 战场变得无比混乱 浩克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大杀四方 红骷髅和美队两位宿敌不断交战 金刚狼居然在和野兽打架 最诡异的是 居然有三位蜘蛛甲在活 而这诡异的画面 都是飞红女巫旺达所创造的 旺达在竭尽全力地维系着混沌魔法 而他的两个孩子 则是开心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战斗 但此刻旺达的精神 却是已经逐渐到了 无法支撑他行动的极限 那他的孩子呢 也是发现了这一幕 旺达眼中流下来痛苦的泪水 他的潜意识还在求救 紧接着 奇异博士瞬间出现在了旺达的面前 还要求旺达立刻停止着疯狂的魔法 旺达自然是不愿意停止 他痛苦地大喊 你们不能再把我的孩子们带走 下一秒 旺达的混沌魔法直接创造出了多妈母 并且指挥着多妈母 对着奇异博士进行攻击 那这个时候奇异博士还能勉强抵挡 甲多妈母的魔法攻击 只见他快速地施展咒语 将甲多妈母直接击溃 抓住这一瞬间的空隙 奇异博士施展出阿哥魔陀之眼的能力 他要让旺达看清楚这一切的真相 并回归现实 随着光芒一闪 旺达最终还是落败了 美队赶紧冲过去接住落下的旺达 只见旺达现在已经昏缺了过去 但并不危及生命 那现在所有的英雄都在讨论 该如何处理旺达 这个时候却是突然响起了一个雄厚的声音 众英雄抬头看上去 许借万次亡居然来到了这里 他对着所有人说道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这不是协商 更不是请求 而是命令 美队最终决定将万达交给万次亡 而万次亡也带着万达远远的离去了 那这场毫无业意 却有死伤惨重的战斗 到这里呢 也就结束了 终英雄失落离去 然后一言不发地各自回到了家 画面一展来到许多天之后 披木博士和刚出院的黄蜂女 一起看着复仇者联盟总部的回须 这里呀 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模样了 贾维斯仍旧会习惯性地打扫这里 但复仇者联盟总部 已经是再也不需要任何人打扫了 因为这里再也不会实用了 和尼斯塔克这一次召集所有人过来 是有钥匙要宣布 因为他们刚经历了一场 如同噩梦一般的战争 而他也遭受到了许多难以承受的痛楚 因为旺达对他造成的各种影响和伤害 导致他和他的公司损失了大量资金 他为复仇者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确实遭到了这般待遇 加上还有别的事情更加需要用钱 因此他也再也无法为复仇者联盟提供支持了 所以复仇者联盟到这里呢 也就结束了 女浩和珍妮否也表示 自己不想再当英雄了 扑木博士和黄蜂女 也决定去追寻平静的生活 英国队长也说 要回英国寻找自己全新的人生了 那现在呢 就是最后的时刻 他们不断地回忆起 他们身为复仇者时 经历过的最棒的时候 大量的记忆不断浮现在了 每个人的脑海当中 让人不由的伤感落泪 最后呢 他们吃了一段由甲维斯精心准备的午餐 就像网上一样说说笑笑 没对这个时候举杯说道 姓克林特 静斯科特 所有人都举杯 说出自己最想尽的那个人 说出那位曾经存在过的复仇者 最终呢 他们也一起举杯 敬了旺达 然后与复仇者管家贾维斯 一同喝下了这杯酒 现在真的是最后的时候了 他们一同走上楼梯 来到阳台上 一同与所有人见证这一刻 之间外面有大量的人 取着白蜡烛进行哀悼 他们的面色凝重且悲伤 这些人啊 哀悼所有死去的英雄们 也哀悼复仇者联盟的解散 所有的复仇者看到这一幕 都真的沉默了 因为复仇者联盟 真的解散了 好了 那那么复仇者解散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最为经典的大事件之一 也是后续众多经典大事件的 重要谱点 M10家族便是 复仇者解散的后续故事 好的 那么小伙伴们 可以在主页找到这个故事哦 感谢各位关注老爷看到这 有喜欢的英雄或者是大事件 都可以发在评论区 有可能被选为 阿刚自己下期视频的题材哦 如果你们还喜欢 本期视频的话呢 求赞求评论求关注呀 贝都贝都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好的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